You are trying cake 英國超市有很多種 便宜的、普通的、貴的、home食的都有 我在英國生活的時候 其中一樣最開心的活動就是走超市 主婦貴家了 所以我對英國超市都有一點點心得 今天肥麻紙就帶大家走出七間的英國超市 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走英國的超市 英國的超市就有很多便宜 平價位就有例如這個Leader 中價位就有Sainsbury 和Tesco Sainsbury就是性價比最高的一個超市 又不是超便宜的 質素也OK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英國的超市到底是怎樣 這個真的超巨大 它簡直有些玩具都有 士多啤梨什麼價位 這個的話香港的價錢應該會是大概三十多元 應該 這裡都差不多 蹄子就剛好便宜了 這個香港應該大概都要20元 這裡就10元而已 英國的超市是很喜歡的 已經切好一堆堆給你整個買 那就方便一點 好像這個 inspire你去Cook 你就不用自己切 這些就可以用來做越南東西 它是會有這個選擇的 我覺得這個不錯 下次可以試一下 就是你選剛剛的一個 Fried Fatget 加麵 加麵 加麵汁 兩個半 好划算 超划算 其實基本上在香港會看到的材料都會有 蒜頭 這些都一定有 菜都有的 而且都很便宜的 我每次都會買這隻菜 這隻菜其實就是生菜 同時在香港30多元 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了 嘩好香啊 超香 好想吃啊 我覺得不懂煮東西的人 都是很方便的 經常有這些一大盤 雞是已經醃好了 你真的弄熱它就可以了 大家猜猜這些Palmaham多少錢 321 10元都不用了 哇 神經病 10元都不用?這麼便宜? 傻了 我覺得來到英國最辛苦的一件事 就是芝士實在 太多選擇了 我整天都不知道應該買哪隻 應該真的買PAT這些 逐個逐個試 而且是超便宜的 你想想 香港買包這些 可能都100元一個 這裡是30元而已 今天是2022年的 不是 2023年的 4月26 27 28 你看看 59元的 英國價是最多兩磅 頂盡兩磅 貴三倍 吃了太多款芝士 有些用來夾三文紙 有些用來製意粉 有些用來茶包 有些用來軟 有些用來軟 有些是molten form Mozzarella這些 軟滑滑滑滑 哎呀 那我不如買這些碎芝士算 誰知碎芝士有分很多種 有些就是mild medium mature 你都不知道哪款打哪款 好像每款都一樣 我不知道 所以我最後買了這個mix 真芝士 真的很厚 一片片 打算吃三文紙 我純粹想要軟滑滑 好像香港那些噁心 即是假芝士 誰知買這些是真的 如果喜歡吃yogurt的人 來到這裡都開心 因為是極便宜 39元 是香港的半價 不過我不喜歡吃yogurt 奶呢 跟yogurt一樣都是超便宜 哇 是20元 20元一句兜 又是我不喝奶的 這個包裝很有趣 超有趣 調味料是神經病 神經病是超多 就是多到你不知道買什麼好 多到你不知道怎樣選 哇 這裡全部不同款 我沒有重複的 我是極需要這些inspired to cook 因為我真的不想煩 懶 又不懂得煮東西吃 不過如果大家來到英國 怕會有些homesake 就是怕會有些什麼買不到 這裡就是杯麵 其實你要買一定買到的 不過就很貴 那個japan store 或者是一些亞洲超市 才會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但如果在這些英國超市 就真的沒有杯麵了 有一款 不過聽人說是媽媽的 就是這款 這款 這款意粉很好吃的 是新鮮的pasta 不過它有保鮮期 開了很快就不能吃 但它超便宜 10元一大包 終於來到那個酸糖了 這裡是法國包 然後這邊這些呢 就是預先pack好 最棒的是這些bagel 還要有正常size thin bagel 也有的 真的棒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應該就是它的自家工場 新鮮做的bakery 然後這邊就誇張到爆炸 這堆想點這麼長 超大條 就是你一買就買超多 有有 這些看起來超好吃的 不知道怎麼辦 你們這些喜歡麵包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 可以吃得了這麼多包 唉 好想吃啊 我已經不敢面對現在的體重 還要有分一些是這些 就是還沒焗好的feel 那些讓你再焗 不是我還沒說 而且價錢才是重點 這麼巨型 10元 10元這麼大條 你平時在香港10元 最多是這麼多 這裡10元就是 嘩 我的手也不夠 嘩 嘩 比我的手長 嘩 嘩 一時香港又突然流行的 那個雪糕 這裡是2磅 即20元都不用 去到這裡 我真的要說一件事 其實這裡是挺便宜的 即是 他偶爾就會做些公開 然後是3.75 上次買cookie dough 是超難吃 這隻也是超難吃 但是人們說 Ben & Jerry很好吃 我還沒感受到 反而Hagen-Dazs 就真的便宜的 3.5而已 30多元而已 這些超巨型又超便宜 這些我猜是超難吃的 英國人真的很喜歡吃豆 有時是把這些豆打成融 是更莫得一點的 所有東西都是大大袋 一家人在這裡的話 OK 你可以很多東西都一大袋賣 就可以 喂 是不是有人吃完 水果就這樣放在這裡 其實其他的超巨型都帶紅小耳 只是價錢上不同而已 不過我也帶大家去看看 我現在身處的這間 叫做Iseland Iseland 通常買一些急凍的東西 會比較便宜 他應該有很多東西 但是日文 我當時就聽我的朋友說 他就說 因為通常那些人 就是開車去到 一個比較偏遠一點的Iseland 買一堆急凍的東西回家 所以你就不會經常見到 City Santa是難找的 Singsbury那些 是你周圍都有 但是Iseland這些 就比較少 而且比較偏遠的地區 才會見到 特地坐幾個站 你看看 真的耶 挺便宜的 這張呢 是金森便宜的 特別便宜 但是呢 你也會感覺到 它是比較嫩一點的 是把東西放到處 整理一塊塊 這樣 但是它的東西 是真的特別便宜的 有紅色標籤 就代表減價 整天都是紅色標籤的 第一次是星期日來 然後畫面很不對勁 大家好像在搶眼 不停拿東西 因為這裡真的太便宜了 然後我對面呢 就是一個亞洲超市 香港、日本而已 我那天吃了一個陸友仔買的了 燒美飯 那些朋友 蛋炒飯 都不是很貴 只是炸醬麵 又是我經常說 就是你很想吃 但是你又會中伏的東西 新辣麵 辣雞麵也有 冠軍麵也有 公仔麵也有 香港 出錢一丁就有香港做的 如果看到這一款包裝 金橙橙這樣的包裝呢 這款就是匈牙來做的 沒試過 不知道什麼質地 剛才就說 如果要吃杯麵 就沒辦法 其實有辦法 就是來這些亞洲超市 不過那些杯麵的選擇都很少 味道只有一個味道 熱爛 這一款的雞蛋仔 我是接受不到 我不喜歡 咖哩雞包 菠蘿包 但是這個菠蘿包 看上去是很黏 不脆皮的 這個雞尾包就好像很好吃了 現在不是吃港式包的時候 瑞士卷也有 蛋撻有沒有呢 酥皮 最真的 酥皮 酥皮蛋撻 這是什麼 燒鴨 整個 這個叉燒乾燥燥 亞洲超市 下一個要帶大家 就是這個馬沙 這個馬沙 它的價位來講 應該是Singsbury之上 但是它跟香港比 都是便宜過香港的 所以我有時候也是會來 麻沙 因為麻沙的感覺 是貴價點 開心點 就是買的時候 我是這樣 我是這樣膚淺的 不過我通常都是去Singsbury 是突然之間 一時興起 突然之間 很空閒 就會走過來 Marks and Sensor 超級市場 會有很多Bakery 也會有 英國的話 我經常吃那個很硬 又很便宜 又很乾的Bakery 就是在Singsbury買的 港幣3元一個 真的很便宜 所以是很乾的 但是我又很喜歡吃 不知為什麼 這麼多個Supermarket 裡面的Bakery 我覺得Marks and Spencer 是最好吃的 還有很多辣的 又是一堆包 在這裡 然後我後面那邊 又是一堆包 這邊就是Bakery 真的挺好吃的 好想吃 現在我打算馬上買一個 示範一次 所以不敢面對 現在的體重 還有我最喜歡的Presso 我想吃工 今天 我注定一輩子減不了肥的 不過算了 我沒有買完 Presso已經進步了 話說說起這個Presso 英國的Presso 是最適合我心水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純Presso 沒有糖 沒有鹽 但是德國和瑞士的Presso 都是極多鹽鹹 第一口你會覺得很好吃 但是第二口你會感覺到自己的神虧 真的 而且這裡有整個三文治 都是令我超開心的 看見 這些三文治很膩 它全部三文治都加了 很多醬 在裡面 超多醬 我喜歡吃香港的 原來乾真真多 減價十多元 YES 公 真棒 好吃 港幣9元 要有提子江這隻才好吃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JAPAN Center 買日本的東西就是來這裡 想說 這個JAPAN Center 我本身也不會有 是有觀眾跟我說 這裡可能會找到Maru-san 然後我來了 很多間都沒有 不過呢 這裡的價錢真的 9磅 差不多90元一袋Pocky 平時20元而已 在香港 所以真的 貴了一點 看這個褲皮烏冬 60元港幣 哇 我們來到最後一間的Supermarket 它呢 貴的一個Supermarket 我想你當它那個 定位就是類似香港的City Super 一進來當然也是包 這裏都是巨包 新鮮做出來的 我告訴大家 晚聖節我準備去聖誕老人村 我不會留在這裏 我們只看三文治 已經知道了 這裏要3磅 剛才Sainsbury應該是2磅多 Mars & Spencer也是2磅多 這裏應該是1磅多 其實每一間Supermarket買的東西 都是大同小營 大堆 很多包 很便宜的奶 很便宜的芝士 很便宜的乳酪 很大堆很便宜的肉 通常都是這樣 這一間整個feel是漂亮一點的 Sainsbury 這裏通常會拆夠一點 這個超級市場的Vlog就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Iseland在City Center 是少了 City Center是南韻的 然後這裏也有 這裏也有瑞士的Presso Roll 哇 但它又沒得買這裏 好像沒得買